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依然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三 早上的11点06分 涨104点 涨都是好事 昨天欧美股市全部大涨 因为新的病毒原本大家很恐慌 所以造成全球股市前段时间波动都蛮大的 而且回的蛮多 那最新的报告出来 新的病毒其实不容易造成重症 所以让大家放下一颗心 所以全球股市在连续两天的行情里面 都出现大涨 而且涨蛮多的 你看道琼昨天又大涨492点 纳达克涨了3.04% 费城报提涨了4.97% 欧洲股市涨得也很夸张 你看德国凡克福指数连涨第二天 昨天又涨了433点 法国也涨了2.91% 因为之前被新的病毒吓到 回的都蛮多的 那既然放宽心整个行情回上来 速度也会很快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重点在费城半导体 费城半导体大涨了4.97% 而且又创历史新高 昨天美国主要在涨什么 涨科技股 礼拜一是涨传统产业 科技股比较弱 那昨天全部都是半导体股在大涨 你看昨天苹果涨了3.5% 苹果股价已经跨创历史新高了 那其他半导体股的部分 像微软涨2.6% 英特尔涨3.1% 涨更多的美光4.1% 艾斯摩尔6.5% AMD4.1% 博通4.5% 赛林斯4.8% 恩智普6.5% 所以昨天半导体股全面大涨 你看 灰达涨了7.9% 那其他同产业当然有涨 可是涨的就没有像半导体股那么的多 那台北股市今天虽然涨 可是电子股的资金反而相对是比较少 你看美国昨天是科技股 尤其半导体股 Kishun 那我们今天因为资金的分配 电子股只有54%成交量而已 可见得市场资金还是随着这两天 整个市场的氛围继续在抢航运股 目前韩股涨27点 占成交比重27.9% 那抢韩股也不是说不好 有时候市场的方向变化 台湾这边会跟 可是步调上可能会慢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韩股的部分 今天韩股占成交比重有高达接近28% 韩股当然今天也不错啦 长龙涨2.4% 阳明涨2.3% 万海涨4.7% 这是目前最强的三支股票 所以跟大家讲过 航运股要走 就是货柜轮而已 今天万海已经翻黑了 那长龙航空目前涨2.3% 可是这个高档套牢还没有解开 所以不要去追高 今天长龙涨明还是要有警觉性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昨天晚上 让德国的赫博罗特 大涨了6% 因为前一天跌7% 那昨天补涨回来 昨天大涨6% 补涨回来 可是今天亚洲的韩股 尤其日本三家 游船山井川崎 短线涨多之后 今天都出现开高走低 目前游船跌了2.2% 山井跌了2.4% 你今天才去都去3% 川崎早上也涨了3% 目前也跌了1.9% 所以在涨多 今天出现开高回档之后 中国的海运股 中远目前还是跌0.65%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的海运股下半场 会不会因为日本开高走低 而跟着一起回档 所以这要小心注意 所以涨到这里 就不要去队灌了 这波涨上来 长龙已经有六十几%了 已经六十几%了 我从级点的时间生活 开始跟你讲了 那都已经涨了六十几%了 亚明也涨了五十%了 所以到这里来 就不要再追高了 如果出现回档 要求再来求 不要随着市场的氛围 一直在追高 到时候一回档 你又套在上面 这样就不好了 我刚刚有讲过 美国昨天重点在半导体股 可是台湾半导体股的部分 因为受到资金的限制 目前台北股市预估量 3918亿 应该不会那么多 应该会跟昨天3700亿差不多 3700亿的量其实也不错 可是电子股占的比重 只有54.7% 跟昨天美国半导体股的那种 那么强的气势感觉起来 似乎没有完全跟上脚步 所以下半场如果航空股 有回档修正 资金会不会流回去电子股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在这里特别先提醒大家 下半场电子股 尤其是IC股的部分 会不会资金转进来之后 接棒补涨 这是下半场关盘的重点 那家庭指数的部分就不用讲了啦 法人在积极作涨 会再长 大盘的部分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因为每天跟大家谈大盘 都还谈蛮多的 所以大盘的部分我们 今天就少讲一点 多讲一些个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联发科 昨天是台积电 昨天联发科比较弱 今天联发科又冲高 最高来到1,110元 即将要过新高 新高在1,120元 我个人认为应该会过啦 联发科会又企业 但最近在发布 11月的营收 营收有好数字 那跑起来就会快 所以 12月营收 11月营收的数字 是个股的关键 今天联永最高 已经525元了 越起越高了 所以会面买的 这边买的 我们500块买的 下来470 460 又买回来 现在已经525了 这个又起了 可是不要对关 有回档 假设如果还有回档 就可以特别注意 细创今天涨了1.3% 因为资金的关系 电子股钱太少 所以有很多好股票 还动不了 敦泰目前涨1块钱 早上最多178块钱 那开高冲不出去 原因在于 大量还没有消化掉 所以目前在洗套牢量 可是一旦这个高点 如果过关 敦泰补涨起来 速度也会很快 但这两天 11月营收发布出来 的数字要注意 业绩比较大的惊鸿 因为比较小只 所以波动起来 也比较快 那今天联电 比台积电强 联电早盘来到68.2% 涨了将近快3% 联电发布了 11月的营收 再创历史新高 196.6亿 比去年成长33% 联算两个创新高 其实进入11月 开始进入电子股的淡季 所以大多数的股票营收 都会掉 那掉是正常的 不要因为它营收掉 你就觉得它不好 不是这样看 你要把11月营收 跟去年同期比较 看它的成长性有多少 这个才重点 那如果有办法 连续两个月创新高 或者连续的创新高 在淡季之中 还能够创新高的 那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联电11月营收 创新高之后 这随时又冲 随时会再冲出去 你有联电的 破掉 日月光今天也不错 因为昨天晚上 在美国的ADR报价部分 已经提前大涨了 那台湾这边 因为资金的关系 所以没有完全跟上 美国那边的脚步 你说从ADR上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昨天ADR 台积电涨了2.6% 日月光涨了快6% 日月光涨了快6% 日月光涨了6% 你看昨天惠隆 惠隆 因为他要发布买库长股 昨天一天大涨了14% 15.8% 所以今天群联也开高 奇景光电 奇景光电昨天大涨了9.8% 奇景光电主要在做的产品 跟联勇敦泰一样 都是面板驱动IC 那奇景光电昨天大涨 所以下半场 面板驱动IC的联勇敦泰细创 有没有机会随着奇景光电的大涨 人去到9% 有没有机会在下半场跟着一起上来 这也要特别注意 你看昨天联电ADR涨了4.1% 那我们现在2%都还没涨到 所以我刚才特别提醒你 下半场资金会不会回流电子股 IC股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 那日月光今天涨 目前是2.89% 跟ADR的5.5% 差一半跌 差了一半 所以日月光昨天下来 果然是好买点104元 这个下半场有没有机会 资金流露之后加速上涨 要特别注意 那旺宏目前是小跌2毛钱 因为报纸在报导 旺宏10月营收 比10月份掉17% 那是正常的啦 刚跟大家讲过 10月营收本来进入淡季 营收本来就会掉 那你重点不是掉的问题 重点是你要跟同期来比较 我们来看旺宏 旺宏每年的营收 都会在9月份见高点 然后紧接着10月11月12月 开始做下滑 我们来看 至旺宏历年的营收 9月到高点之后 10、11、12都是下滑的 那今年在10月份 还继续创历史新高 已经进入淡季还创新高 可借着今年业绩 会比往年强很多 所以10月营收掉 净雄的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还成长了50% 所以你不要因为 10月营收比10月份掉17% 你就认为它不好 不是这样看的 所以旺宏第四季的业绩 比去年高标很多 那整个第三季的业绩 应该还是会比 如公司所预期的 比第三季来得好 所以我估计旺宏 旺宏今天每股获利 6块钱应该跑不掉 那没关系啊 有掉 掉就是让你减便宜货嘛 让你休息 旺宏只要有42块钱以下 到41块半 也都是很好的机会点 那群联随着昨天 惠隆的大涨 今天要创新高 快接近500块钱了 你看大家在你们说 我不知道你有买还是没买 有没有买我不知道 有就很开心啊 对不对 有的话就很高兴了 昨天外资买套第一名 群创 买了10万9千张 买了10万9千张 这也穿出去 整个左肩底部右肩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种股票进可攻退可守 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随时人们要买 那走起来很快 尤其当初只要一进来 那个波动速度也很快 白费到三倍而已 这种股票怕的未来 未来也都是好机会 有下来一样都还是可以买 那双红老板自己在做库藏股 不是公司而是老板 老板自己在买 老板愿意买股票 对市场都是一种鼓舞 可是双红今年业绩是掉的 我以前很喜欢做双红 可是今年业绩掉 我个人的习惯 业绩只要是亏损下滑衰退 我就不再碰了 所以双红建我就没有做 老板的预期明年会比较好 那等明年下一波再说 好今天十英元件的股票 你看泰益加高 对台加硕 我觉得特别给大家看了嘛 我说十英元件昨天 大真空包含电波 昨天都呈现大涨 那昨天国内的十英元件没有动 我们看今天 今天大真空又涨了3.2% 电波又涨了2.6% 所以今天果然 十英元件的股票 全部都跌起来了 那目前涨的比较少的还是经济 经济目前都没有涨到 你看前面的都涨了一大波了 所以经济后面 会不会跟着补涨上来 可以特别注意 今年没股获利赚一个股本 本比只有10倍而已 也是价格很低 没有涨到的个股 都具备补涨的条件跟机会 星象昨天大涨 目前是平盘 星象今年每股获利 70块钱应该绰绰有余 那最近台向也不错 已经连涨3天了 这个底部也做得很完整 前三季每股获利就已经4块钱了 今年每股获利应该可以赚到5块钱 本比只有7倍 蛮低的 只是法人股比较少 那这段期间我们的操作 全力还是以法人做账股票为主 好 今天在板卡的部分 华琴技嘉尤其技嘉大涨 今天技嘉又大涨 又重回140元了 目前涨6% 技嘉有没有机会把这段套牢给消耗掉 以目前价格来看的话 还是偏低啦 因为北比只有6倍而已嘛 对不对 北比6倍还是偏低 只是这段套牢还没有消耗掉之前 你不要去队账 有车会挡掉 可是这段套牢一旦消化掉之后 那个冲出去 往200块钱去追价 机会就很大 今天反而华硕是蹲下来的 这车也不会多啦 下也不会多 随时也会有补涨的机会 昨天外资也是买进 买进398张 所以华硕如果有360元附近 可以特别注意 今天电子股因为受资金的影响 所以个别股走势是比较明显的 那国距目前是小涨五毛钱 小涨五毛钱要注意哦 因为今天日本的太阳诱电 目前呈现大涨 太阳诱电目前涨了4.65% 所以在太阳诱电大涨的一个大动之下 国距下半场会不会突然转强上来 因为北米很低啊 北米很低 加上法人持股依比重排行 排在第20名 也是一档法人坐驾的股票 所以下半场行情 国距会不会一军突起 拉伸上来 可以特别注意 目前被动元件的部分是 巨顶已经涨停板了 那其他被动元件股 因为至少你要有凯美 不然就国距或者华星科 要有三档里面一档来带 那么整个其他被动元件 整个其实才会燃烧上来 所以下半场行情里面 电子股资金会不会流回 尤其是在半导体股 那如果配合着日本市场的话 行元件跟被动元件 是不是有机会跟上日本那方面的脚步 可以特别注意 不要三心两意啦 这个行情全力做多就对了 尤其以法人坐账的股票为主 那剩下三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法人坐账已经没有时间了 所以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 特殊的动作出来 这个礼拜六我有两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新竹 下午在台北 演讲主题 外资在感进度 会出大绝招 哪些大绝招 哪些重点股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会为大家做一一的说明 那你要报名讲座的你可以打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